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歡迎各位來到一新美術館 參加今天的一新文化系列講座 一新美術館是由孫兆民基金會創辦 美術館的宗旨是通過舉辦展覽和講座等等的活動 去推動香港的文化藝術發展 向公眾宣揚中國文化 我們的講座即將開始 請各位將所有的響鬧裝置 填漏至正音的模式 今天的講題是李可燕的水鄉 講者是一新美術館總監楊春棠先生 現在我們事不宜遲有請楊先生 再次多謝各位 李可燕 他原來的名字不是李可燕 這個名字挺好的 李正順 李可燕 她秘 мире 李可燕 果然可燕 它很多人 Junior 所以像 flies 明星 想找个资料 徐悲鸿都叫悲鸿 或者有些朋友知道的 我暂时未知 我觉得徐悲鸿的原名不是叫悲鸿 为什么这个名字这么悲的呢 我们中国人改名的名字当然要有吉祥意义 郑顺是一个很好的名字 但是竟然间他十岁就变了第二个名字 十岁的时候他读书 在乡间读书 他乡间的老师找了这两个字 如指可教 素质可掩 你现在知道为什么他叫做李可掩 因为他老师觉得这个是聪明仔 这个掩就不是我们现在常说污染 这个可掩就是他的质素很好 可以变为一个才能 这个就是李可掩 这个偽名 我们一直以为是他的偽名 其实就不是 是他十岁的时候 在现在的角度来说 小学老师就和他改了这个名字 就是说他的老师对他独具为眼 认为这个将来是一个人才 一直以后呢 他就用李可掩这个名字 李可掩和其他的大画家 有一个共同的命运 我常常说呢 我暂时做不到大画家 我没有这个命运 为什么呢 这个张大千 齐八石 有一个很好的命运就是什么 他有贵人 我还未遇到大贵人 我遇到很多小贵人 在座都是我的贵人 但我大胆地说你不是我大贵人 因为你还未捐钱给我 最多就扔十元去捐献箱那里 那大贵人呢 就是帮助他画家 去充实他们 怎么充实他们呢 十三岁的时候呢 李可掩就遇到一个乡间的 一个有钱人 其实是一个读书人 来的 钱从灵 另外呢 有些书呢 他可能有个别号呢 叫做钱食之 灵之之 那两个都是好名来的 都是长寿 那这个乡间的乡盐 这个乡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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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收藏画 也本身是一个画家 于是呢 就教李可掩呢 画国画 画传统的山水画 就是说李可掩在十三岁的时候呢 已经学画了 那就靠这位乡间的那个 就是名人 钱先生呢 就教他了 那他学过山水画是什么 传统 我强调是传统 这个传统就是清代 就是四王 就是王时文 那些很传统的山水画 虽然这个 所谓传统的山水画 就是我们一路一路所谓的文人画 那文人画呢 到了清代的时候 就已经是 有些人呢 对他 不是很好的评语 因为他本身已经去到 一个僵化的程度 尤其是呢 就是清朝皇帝 喜欢这一批传统的文人画 所以有一些历史学家 就将清代的文人画 和清代的宫廷画 混合在一起 原本宫廷画和文人画 应该分开的 但为什么呢 两样的文人画 因为本身文人画 已经受宫廷画家 作为一个榜样 抄了他 那么你可以呢 你看到 他的成长过程 其实呢 很小过已经画画 但他有天分 他到16岁的时候 我们16岁还在读中学 他16岁就已经去上海 入读美术专门学校 他本身是江苏人 江苏徐州人 江苏徐州人 他父母呢 其实是做小买卖的 就是好像开食物店 很多兄弟姐妹 又不是说穷得那么厉害 只不过呢 就是 都是一个 基本阶层出身 他16岁就去了上海 就入读美术专门学校 那那个上海美尊 领导人就是什么 就是 刘海淑 换句话说 李可燕 由16岁开始 已经接触什么 西方艺术 因为上海美尊这一班老师 就由留学欧洲回来 刚才我说过 最出名的就是刘海淑 到大概20岁 12岁 李可燕 已经掌握了很多基本技巧 他进入另一间学校 就是杭州 杭州又是美尊 杭州的校长 这间艺术校长就是林峰面 林峰面非常想识他 当时我刚才说过 李可燕是22岁 就是一个年轻人 他已经得到几位大师的赏识 不过从这个过程 你会看到李可燕其实是什么 虽然在乡间 跟这位前先生学传统国画 不过去到大城市 杭州和上海学 最主要受西华影响 这一点就是跟很多 上一世纪 这班大师的出身差不多 随便荣当然 留学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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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峰面 他有这样的条件去做 你可以没有 不过 他是间接受到西方的艺术影响 这一样东西就影响了 他一生绘画的生涯 分了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其实他最擅长的是什么 画西华 西华就是素描和水彩 我一直说过 油画在我们中国人来说 还没有接受 素描和西方的水彩影响了李可燕 非常重要 尤其是他在成长阶段 最容易受感染 变成我们现在看李可燕 早期的画 其实就不是我们后来所见的 成名 所谓的黑山 这是后来他自己发挥出来的 早期他的画 要么就是很传统的国画 就学文人画 如果不是 他就是传统的国画 是受水彩影响 所以 李可燕 他那个过程 創作的过程 就跟张大千不同了 张大千 他一直以来 都是学传统国画 所以每样都学 齐白石也是传统国画 李可燕 类似徐悲雄 不过徐悲雄 当然是一个前辈 他留学了巴黎 他把这种中西共荣的风气带来 但是你可以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他除了有机会学西话之外 他曾经在他二十岁之前 就是听过一位名人的演讲 这个名人 就是康有为 康有为 在今时今日 我经常看这些资料 他是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 可以说在清朝末期 是一个国宝 我们现在讲国宝 这是一个国学大师 为什么江水 这么想识他 信了他 就要维身 可惜江水皇帝不幸 他也不幸 维身失败 如果维身成功 整个中国的命运是改社的 孙永山也未必是我们的国父 康有为他要改革 就是和平改革 他要君主立宪 就是学日本 日本成功 但可惜江水失败了 康有为要逃难 但是他本身 他不是一个所谓 迂腐的读书人 他提出一件事 要学习传统而创新 这个我以前也说过 即是 要救亡中国 一定要 学习传统 但是学了传统 你要创新 你不是求救忌忌 你就是全盘西化 或者自我为是 去找一条新路出来 这件事是不成功的 所以康有为这句说话 深深打动了李可艳 他认为 根据传统而创新 就是中国画一条出路 很多画家都跟这条出路 包括了张大千 齐白石 张大千和齐白石 都比他大 因为你可以这样 他1907年出世 1989年去世 82岁 都算是长寿 李可艳 根据康有为这个演讲 就知道 中国的传统和西方的技法 是要共用的 这句说话 我一直说了 都不知说了很多次 就不是我说的 是这班前辈说的 而他们是根据这个理念去做出来 但是李可艳 虽然有这个概念 不过他的突破 不是那么早突破的 他要很迟才能突破 那我们看看李可艳 他早期的画是怎样 他早期的画是怎样 这张是1935年的画 很早期的 那这张画曾经 有人误会了他是一幅假画 因为你可以免成名 整个风格都不像你可以画的 那经过专家审证 就认为他一张可信的画 因为早期你可以画的画 就是有水彩味道 那这张画呢 就是 传统的筆法 但是呢 这些照片的颜色呢 就是西洋水彩味道 就不是公笔画 也都不是写实 他画什么呢 画中葵 他 就是很少 很多人都画过中葵 你可以画的中葵 是与众不同的 他很灵活 还有你感觉他画这个中葵 是 随于几笔就已经完成了 画得很快 这种成就呢 其实就来自什么 他的素描基础 如果没有一个好的素描基础呢 没有办法掌握了那个形态出来 所以他随意呢 就已经把中葵的神态画出来了 即是 那个神态呢 是很突出的眼神 这个就是 早期的 李可宴的人物画 我们再看看 这个曾经在拍卖行出现的 1942 抗战时候 他已经 1907和1942 30多岁 已经很成熟 在当时来说很成熟 已经做人老师 即是那些大画家 请他任教那些美术春门学校 但是你看到这幅画 已经开始看到他后期所谓的风格 画何叶 很少好像他这样画的 全黑的 是吧 是吧 但是你看这个人物呢 就像刚才所说的中葵一样 即是很灵活 是写意的 随随 随随 几笔就已经交代了出来 那 莲花 随悦之中 看到莲花 莲花也不需要夸张 它变为一个大红的莲花 因为莲花很大很大 很多人现在画莲花 就是将莲花 因为莲花是主角 所以一定要夸大了它 但是李可义 这首诗不是他写的 是吧 后天连叶 无穷碧 映日何花 别阳雄 是吧 即是他写到一个意境出来 这个就开始看到李可义 是想变 但是呢 它是在摸索 那这种变呢 就已经脱离了些少中国的传统 因为中国传统是什么 用线条 那你见他画荷叶 已经没有线条 全部没有线条 是对花来然有黑线 那人物呢 线条仍然是保存中国的传统 这张 完全是一张水彩画那样 就 很淡彩 是写意 但是线条画得很顺 那我们 就是 看回它这行字呢 这行字其实不是1943年 写上去的 是1980年代后期才写上去 就是他在笼底找回这张画 那他找回出来呢 他然后呢 就补回这个提款上去 那提款是说什么呢 他就说呢 他已经年纪大了 他画不到这张画出来 就是他告诉我们 他画不到这张画出来 为什么他画不到这张画呢 因为他画这张画的线条很顺畅 但是他年纪大就手震 做不到这个线条出来 已经甘非识彼了 从这一点呢 就 我们现在 看回 专门研究 你可以绘画的学者 他有个结论呢 你可以后期的画 画的线条是震的 为什么震呢 他的右手是不灵活的 张大千呢 后期的画呢 因为一个眼疾 所以他写不到公笔画 要大舍异画 那这个是健康影响 那这样东西是上天安排 我大胆地说的 就是有得有失 这些大师呢 到后期呢 他有遗憾 但是因为这个遗憾呢 令到他呢 变了一个风格出来 那你可以在19 要我记得1970年代 初期7273年左右 他已经发现他的右手 拿筆不稳定 那完全画不到线条出来 那于是他画的线呢 是震的 震的意思呢 就是 不是一条直线 变成了一个战斗的线 好像一点点 那样 后来有些人冒 李可验的画呢 就发现这个 毛病也好 这个风格也好 就特意写一些线条 是震动的 那样东西 考虑自己的聪明了 一条自然震动的线 和一条有意造成的人为震动的线 是不同的 就是如果你 人为去做的话 就是 那条线呢 是不连的 但是如果你的手真的震动的 那便会连在一起 那 我不知道将来的手会不会震动 那你现在知道呢 就是如果发现呢 我签名是震的呢 那一定不是今年的事 那这个是1970年代呢 那 李可验的毛病 因为他健康问题 李可验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呢 他 他受苦很大 他几乎病到 是不会说话的 在67年 68年他不会说话的 就是病到这么严重 那到他1989年呢 那大家知道 1989年也是中国的大日子 就是六四 他走的时候呢 1989年的12月 那就是呢 他自己也看到六四这个事件 就是他一生呢 就经历了中国几个大波动 那六四的时候呢 我看的资料呢 他也曾经同情一些学生 捐钱给学生 就大达到 那天 就是那个12月份的时候呢 我记得呢 就是记载呢 他是 就是 大胆地说 他是得到一个 好的收场 他和人聊天聊天 走了 他不用去医院的 那一晚呢 和一些画家聊天聊天 就这样做 就不省人事了 就这样走了 所以呢 那些弟子啊 那些家人 那些家人呢 全都恶然的 他走了之后呢 这个消息传给他 中央美院的弟子 都不相信这件事 昨天还见他好好的 那些家人呢 就慢慢走 那这个就是 那这个就是 十二月 十二月 他六四之后 十二月初走的 1989年 所以82岁 那这幅画呢 就是淡彩 画一个中国侍女 线条流畅 那这个是他 他开始想 转变的风格的时候 是打仗 那这一幅画呢 和这一幅画呢 你不会感觉 同一个人画的 是吧 那这张画呢 你见到呢 白石老人 这幅画不是 齐白石画的 齐白石提的 但是掩着上面呢 这一堆字呢 我相信大部分人 都认为 这幅画是齐白石的 我真的掩住 这些名字 如果你看得不清楚 可以见到白石老人 这样稀提的 就以为这幅画就是齐白石 那齐白石一张画 和李可艳一张画 相差几远 多不多 如果齐白石贵 要是李可艳贵呢 就试一下 我又画一张 我又画一张 我没有齐白石的名字 齐白石 是李可艳的路士 李可艳到1947年 他做了一个人生最好的决定 就是我认为 在抗战胜利之后 中国内地开始慢慢复苏 杭州 美苑 请李可艳 回去教书 那时候潘天秀请他 北京 美苑 徐碑雄 请他教书 李可艳收到两份聘书 那去哪里呢 那结果呢 他就决定去北京 那大家知道潘天秀和徐碑雄都是大师 两间都是当年 今天为止 都是内地 排第一第二的美术专门大学 那为什么李可艳去北京呢 他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北京住了一个齐白石 第二个原因 北京住了一个黄彬雄 第三个原因 北京有一间叫故宫博物园 那就不需要我解释了 怎么叫他不来香港呢 香港只有阳春堂 所以不来了 潘天秀都忍不住 他因为去故宫 他要学传统国画 他要看故宫的藏品 是吧 他要亲自去北京 拜齐白石和黄彬雄为师 齐白石 如果我们用笼统三言两语讲他的成就 就是他的不法最好 就是你的不好流畅 黄彬雄就是他的墨 用的墨最好 是吧 那样东西呢 个人都不反对的了 所以呢 李可艳就是很聪明 学不法就跟着齐白石 用墨呢 就是跟着黄彬雄 哇 这两位大师都受他感动了 所以李可艳呢 就跟着齐白石呢 拜了他十年 因为齐白石1957年走 所以他受齐白石影响很大 而因为齐白石的教导呢 他令他将他本身的风格呢 在1947年以后一个大改变 如果不是呢 就我们只能再看这类画 就是有一些西幻味道的 就是水彩味道 就不会做出 第二个齐白石 所以 他画完之后呢 其实就是 他画完之后呢 其实就是 他在上面行 那样呢 那样呢 你呢 如果不爱 我是你的亲人呢 那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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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聊聊聊几句说话呢 就是 就是 白石提的 所以要读唐诗三百首 那样的 那么简单呢 已经将 那个 人间那种 那种亲情 那种伦理 交代了出来 那样呢 一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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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不会跟 隨便一个人 一费的 很肉酸 不卫生 只有什么 只有你最亲的人 跟你一费的 对吧 那这一个亲情 就是石兹白石 可以怎麼看 這個完全是一些市井人物 人間八態 但你看到這隻貓 全黑的 黑貓 這就是李可燕開始變 等於我剛才說 他畫荷葉全黑 他畫貓也是全黑 如果不喜歡他這一種的話 你會以為他很懶惰 隨便找舊物 找黑了他 沒有線條 這完全不是我們中國傳統的 用線去勾辣 但是他做出來 你會感覺他是一隻貓 不是一隻老鼠 這一點就是他的寫實 這種寫實就是他從年輕的時候受到什麼 世話的影響 隨便用林封面全部是什麼 講寫實 舊中國藝術一定要寫實 寫實主義 由寫實才走到現實 現實和寫實不同 寫實是寫真實的形態 現實是寫現實的生活 你寫現實可以是抽象 可以是寫意 寫實可以寫古代的 不需要寫現在的生活 所以徐悲鴻 他帶進來首先要寫實 這件事就是我剛才開場白說的 就是清代文人畫僵化了 清代文人畫 完全是一套系統 模式化了 你看清代早期的山水畫 全部一模一樣 看十幅都差不多 你欠在他一邊簽名 你看他簽名才知道他值多少錢 所以徐悲鴻回到來 中國說這些山水 就不是現實的山水 一定要寫什麼 真山真水真人物 這個是徐悲鴻帶進來 李可憐受了感染 但是他另一方面又受了另一個人感染 就是林豐眠 林豐眠除了寫實 他就說要寫現實 寫實加現實 這就是林豐眠的成就 他的要求讓徐悲鴻再進一步 所以林豐眠寫的畫 跟徐悲鴻寫的畫有些不同 大家都會用角畫的材料 但是林豐眠的角畫 感覺是有現代感的 這就是林豐眠的走向 李可憐受到林豐眠的影響比較深 但是到1947年之後 最大的影響就是 他的拜徐泥斯的齊伯石 這就是可憐畫友 當時齊伯石也叫他做畫友 當他是一個他畫的朋友 就是當年八十七歲 1947年 這就是四九 這幅畫 你感覺已經和剛才那張畫 風格是不同的 這張是完全有齊伯石人物的影子 用的筆很粗 粗豪 就是粗豪 不是公筆畫 但是這張畫 就有了李可憐早期的士尼畫 是吧 那些線條很幼細 但是我剛才說過 李可憐 他受了林豐眠的影響 是要反映現實 反映現實是甚麼 1949年 剛剛抗戰勝利 再加上各共內戰 整個中國社會是甚麼 很痛苦 所以在街頭 就看到賣藝的舞女 《月如彎彎照九州幾人歡喜幾人愁 幾人高留飲美酒 幾人流落在街頭》 這就是寫出當時中國那種社會的慘況 這一點就是 其實很多大畫家都知道這個慘況 但我曾經上一次講錯話 張大千不寫 因為他不想寫中國人的慘況 他要寫美好的一遍 這就是我們中國人 畫家一直要追求美好的一遍 不好的一遍 大家都知道要不要說 我們不寫戰爭 我們不寫成 但你可以偶然寫 因為他深深感受了這種情況 這幅畫 《觀畫圖》1958年 已經齊白石走了 他已經受到白石影響很深 他畫一幅人物畫 《觀畫》就是這張畫 你看到他的手法 他不需要畫一幅畫出來 你知道他是畫畫 看著一張畫 三個男士 那三個什麼男士 是不是漂亮的俊男 就是用通俗說的三個傻佬 看畫 那你會不會感覺到這三個傻佬 是有識之士 似乎只是知道他三個男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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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乎年紀又回到差不多 衣着普通 又不是華麗衣服 是吧 但是他懂得看畫 現在你會不會這樣看畫 現在這張畫 是跨在這裏 你不會幾個傻佬 這樣單張畫出來 中國人如果幾個人這樣觀畫 就表示這幾個人是讀書人 為什麼 他們觀的畫是誰人的畫呢 可能是他的畫 或者不是這三個畫 是另一個畫家的畫 但是畫出這幅畫的人 一定是什麼 是文人 不是文人畫的畫 就不會一幅這麼小的畫 為什麼 這麼小的畫賣不到錢 是一定畫大畫 那些大畫放在哪裡 放在寺廟裡面 豪華大廳裡面 那些是畫像畫的畫 所以我們看一幅畫 那個尺寸 他怎樣演繹 已經知道畫的背景是什麼 所以我們現在 看到很多傳統的國畫 古畫也好 現在的畫也好 現在的畫當然 你說文人畫也可以 什麼人畫都可以 是吧 就是 冊葉一定是文人畫 手捲一定是文人畫 連這些跨族都是文人畫 只有畫像的畫 即是畫工像的畫 就是主力是畫什麼 壁畫 畫大畫 這樣才可以賣錢 但是這些壁畫大畫 是無名英雄 是受了別人的委託去畫 這些文人畫 原則上 他是不是賣錢 有 有些賣錢 窮到很重要 就賣錢 好像齊白石 齊白石賣畫為生 他不畫文人畫 去哪裡可以有齊白石 這樣的條件 去繼續畫畫 這是後來的事 你見 做大廳 任建輝經常賣字畫 走投無路賣字畫 這些就是樂拍的書生 所以 李可宴畫一幅這樣的觀畫圖 其實是甚麼 其實可以反映到 他個人的修養 寫三個字 觀畫圖 交代了這三位文人 交代了中國文人的背景 中國文人是怎樣的 傻子來的 三個傻子 所以你不要說我 傻子 傻子 你說我傻子 傻子 其實你貶我 貶義 在李可宴的心目中 所謂有料的人是脫族 一般人當然喜歡 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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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來 就是脱俗 那你不要试 你这些男人回去试 留不到张大千那些骚子 那你就会融俗 融俗到脱俗 一线之间 世间上有多少脱俗的人都很少 因此为什么我会提出像笑话那样说呢 这件事就是 李可言 就是继承了中国的传统 画一个题材是什么 有寓意的 有symbolic meaning 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画的画 和西方人画的画有些分别 这就是我们的味道 背后的味道 因此你会看到 除了刚才那张美的侍女画之外 我们感觉到 李可言画的人物 全部是什么 古怪的 全部是傻佬 就是衣服不华丽 那你会感觉它是好像走返齐八十一条路 就是坊间那些草根人物 但是这些草根人物你不要误会它其实是读书人 那这件事就是我们现在欣赏的李可言呢 就是说他虽然不是读过大学 不是很多个博士 又不是留过学 但是他本身那个学问的收围是很高的 这张画已经有很多人误认了很多次了 这张就是李可言的名画 《钟葵嫁妹》 《钟葵宋妹》 不用说了 漂亮的那个当然是她的妹 这个就是钟葵 你想想 黑蒙蒙 全黑 即是说李可言已经 由 四十年代开始变 他变是用墨 用墨很浓 再加上他跟着黄斌雄 黄斌雄最拿手的 墨法是什么 积墨 累积的积 就一层一层 因为他的墨 很便宜 一层一层 积墨 他用墨用得很厉害 你懂不懂欣赏你一回事 但是他就是 这一百年来 用墨用到最出神入化的就是黄斌雄 你可以受到这两位大师的分徒 他自然清出于立 但是他不是照抄 黄斌雄的积墨 你会看到 药莫看到的层次 但是李可言的积墨 摘眼默去全黑 全黑 全黑 由这一幅画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 黑白 一虚一实 我们中国说阴阳的话 虚就是阴 阳就是白 虚实 如果说用墨 这个就是虚 这个就是实 不要误会了 就以为 黑墨就以为是很有质感 但是我们中国传统观念 这个是虚这个实 虚实 他用得很好 这一点是他的 大胆的创生 就是说他回应 康有为在他年轻时候 影响他那句说话 传统 而去创新 这种手法是传统 但是他怎样利用传统 来活化他 变为一种新的方向 就是他 中葵家妹 中葵是一个 乐柏的书生在唐代的时候 遗憾死了 死了乐了去地府 然后王赏识他 哇你这么聰明 杀了你 于是就封了中葵做判官 我们捉鬼了 中葵死了之后 他的好朋友 叫杜萍 你知道谁是杜萍 这个杜萍是唐代的 杜萍就帮中葵 杜萍就撕了一条尸 撞了他 中葵觉得这位好朋友 就受意气了 于是 就 还魂 就把他一个很漂亮的妹 嫁给杜萍 所以这个是中葵嫁妹 这个是中葵送妹图 你可以看到 随碑王说中葵 他希望中葵是祝阳鬼子 这个阳鬼子是东阳鬼子 你可以说中葵 就是写出什么 朋友之意 兄妹的感情 那他妹妹要不要嫁杜萍呢 不知道 真是不知道 哥叫你嫁你就嫁 没办法 是不是很喜欢嫁杜萍 杜萍都不知道 但是呢 他就要抓住妹妹去嫁 嫁杜萍 曾经有些人说 妹妹好像很无奈 你自己去演绎了 如果你说 李可艳 说中葵的妹妹很无奈出嫁 那还多了一样 感受 就是说这个什么 古代的女子 是很惨的 连婚嫁也没有自由 这个就是李可艳 他写人物 已经学了 徐白石 有讽刺 这个就是寓意 苦淫图 夜淫晓不休 苦淫神鬼仇 两句三年得 一淫就伤泪流 这个就是唐代 一个著名的诗人 叫做假导 这个 这个傻佬呢 就是假导 其骂不扬 他是大诗人 他写了一首诗 你可以画他 画很多幅 这是其中一幅 他怎么说这么多幅呢 一方面是自己的座右名 一方面 就给你去看 怎么给你看 要学一下假导 假导 一路作诗一路想 一路想不通 虎读 想两句出来 要三年才想到两句 鬼神都害怕他 看他都仇了 对 那还不是傻佬 傻的 但是 你可以 以假导这一个例子做榜 这幅画是1985年是他晚年了 他89年走 他已经很成熟了 整幅画 真是齐白石 风格架 用笔各方面 你可以 他说当今 在他那个时代的大师 徐碧雄 徐白石 张大千 他的成就 第一 他是天才 这好像是与生俱来 如果你不是天才 做不到大画家 但在李可燕的演绎 这个天才 这两个字 是还有一条尾巴 这个尾巴就是什么呢 是他 是你要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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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什么字 是 是 许真的 是 是頑固嗎? 所有有天分的人當然有執著 這個執著就是他認為自己應該可以 即是他有信心 如果你對自己沒有自信 其實你不是一個天才 你想自己自我認為是一個天才 你第一件事要建立自信出來 要有功力 功力其實就是毅力 因為你的功夫是要什麼? 要你自己一種有頑固的精神 再加上你自己不斷去勤力 這種危力 你才有很深厚的功夫 這個是功力 第三 還要有修養 修養不是讀十個博士就有修養 修養就是你的學識 徐八成沒有讀過什麼書 但是他很有修養 他學問淵博 他可以寫詩 即是說 張大千這一班這樣的大師 他是有修養 即是他有學問 這個學問不是大學教授才有學問 他本身的學識修養是到達一個大師的境界 這個壽命呢 表面上就是長不長命 其實那個尾巴是怎麼解釋呢 就是你要用很多時間 去完成你第一、第二、第三樣的 你的修養、你的學問要時間去培養出來 因此 如果在俄義上你長壽 你時間當然長 當然多些 客觀條件當然好 於是你書都被人看多幾本 去旅遊都去多幾個國家 所以這四樣的條件 就是成就了張大千齊八世 那你要做大師 你要自己朝著這四樣去奮鬥 這就是李可厭的心得 修養 這四種 就是等於賈賈去作詞 三年才想到兩句話出來 那這件事呢 就是要撫淫 就是撫收勤學 我們看回李可厭早期的人物 這些是李可厭早期的人物 我一直強調呢 他的筆很流長 很順滑 給你感覺 是很少時間完成了一幅畫 即是呢 他是用一個簡易的簡 很快的方法去完成一幅作品 那這種呢 就好像西洋的素明的束石 是吧 那但是 他自從認識了齊白石呢 齊白石畫的畫呢 你會感覺好像很簡單 其實齊白石畫的畫呢 他的過程是很慢的 他用慢筆 快慢的慢 齊白石他說他一生畫畫呢 好像寫字一樣 是不用草書 不用行書 是用什麼 楷書 他寫畫寫字都是用楷書的態度去做的 那就是說什麼 很公正的 很小心的 慢慢去規劃他 不是說幾分鐘要完成一張畫的 那這個就是齊白石他自己畫畫的過程 齊白石一天裡面畫幾幅畫 他是一個多產的作家 但是很多人看過齊白石畫畫呢 他怎麼畫呢 就是畫了好稿呢 就用三劫夾住在架上面 然後在那裡看 看完之後呢 他發覺要改 就拿回來再改 就是他是萬公出世佛 這一種這樣的寫畫 寫字的態度呢 李漢彥學做了 所以你可以到1947年之後呢 他畫的畫呢 全部是什麼 慢動作 每一筆呢 都是深思熟慮地去完成它 想什麼顏色呢 都要想過才做 發覺不滿意呢 扔掉它 當然你當然要在截圖裡收拾它 但是你那時候還沒出世 對吧 所以李漢彥呢 就是他的成就呢 就得到齊白石的啟發 就是什麼 要苦學 馬寧畫了很多這些象徵人物 其實都是有什麼 教化作用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唐代的另一位大師 你看看提款呢 知道他是寫草書的懷素 懷素是一個出家人 所以你可以畫到的像什麼 花王上腦之心 很卡通的 出家人不出家人都畫到這樣 那懷素呢 就是書聖 寫草書好的 狂草 那這裡已經交代了 你可以寫這個人物 其中呢 他最大的特色呢 懷素呢 他練字呢 是練什麼呢 當時呢 那些字很貴的 因此懷素呢 在花園呢 種了些芭蕉樹 他拿些椒葉呢 當紙去練字 那所以呢 他那個地方叫綠天鵝 綠天鵝 就是他這個花園 那你想一下 一個中國大名鼎鼎的書聖 他是用這樣的苦行 去達到你的成就 沒有紙 紙櫃 他就用 椒葉 那他就畫了出來 那這樣東西呢 就是看到 李可兒呢 他後來 他影響很多他的弟子 那到今時今日呢 他有什麼學生可以寫到他的風格呢 還是未知數 但是他一直要告訴他的學生 成就不是僑衡 一定不是僑衡 是沒有捷徑的 我們現在他看回 你可以好像很簡單地畫幾筆 但是他告訴我們 歷代的成功人物呢 都是苦行的 看完他的人物畫 我們就認為最觸目的就是他的山水作品 但是他自己曾經跟別人說過 他認為他最靚的畫是人物畫 他自己這樣說 是不是謙虛不知道 但是在山水畫 他為什麼受我們這麼注目呢 就因為他有他的個人風格 是很鮮明的 他的人物畫 剛才我們看到 有齊八石的影子 但是山水畫 我們看到他的演變 他前無古人 這張1954年 不是算是他早期的畫 他已經50歲了 但是他畫些什麼畫 都是畫傳統的畫 傳統的寫生 這個畫黃山 他小時候就學傳統的山水畫 四王 傳統的山水畫是注重什麼 筍法 這些就是筍法 山的紋理 一路以來 就是我們中國人畫角 畫山 畫石頭 就有一些紋理 張大千到後來就沒有損法 這是他的創新 其實不是他創新 古人已經有 不過不是常見 而張大千因為受西畫的影響 就完全用顏色去演繹這種紋理出來 但是中國人的古畫 以前是用線條的演繹 因為用線條的演繹 有一個缺點就是沒有光影 你用顏色 就像水彩畫 就可以看到深淺色 就看到透視的層次 但中國人畫山石 只是用線條 線條就不像西人畫素描 我加一個陰影 完全用線條去帶出他的遠近 這件事就是和西畫的方法有一些缺陷 你看到這幅畫是完全傳統的寫生 為什麼呢? 因為在四五十年代 一直以來都是受了什麼? 除悲鴻老前輩的影響寫實 真山真水真人物 當然這個口號是沒有創 但是如果堅持這個口號的話 就很難創新了 只可以畫來畫去西洋畫 只不過是用中國材料去畫西洋畫 這一點就是 你可以用早期的作品 我們今時今日馬後炮地彈它 就是有這種所謂的沒有突破 不能夠畫得不好 不過很多人都畫到 只不過你小心就畫 對著樓山這樣畫 這幅畫就是寫江南的山水 開始變了 但是一張好像 中國畫筆、中國孫子、中國顏料畫的西洋水彩畫 很有水彩味道 它只不過是河流有水波紋 這種水波紋就是我們中國人的工匠畫的演繹方法 如果在西洋水彩畫 就不會用線條去表達水波 當然用光影的深淺色 大家可以看到 全方的尋次 有深有淺色 雖然它用墨搞出來 但是有一幅水彩味道 這就是李可遠還未突破 開始了 開始了 它開始要變 這就是寫前唐綱 到五零年代中期 已經生活穩定了 開始要思考 為什麼要思考呢 是有一個條件幫助的 什麼條件呢 它可以周圍去旅遊 甚至它有機會去到德國 供費去德國 那時候 你在廣州去北京都很貴 何況你去歐洲 當然要國家送你出去 這件事就是 告訴我 你要當大師 一定不可以關門 做宅男 一定要看外面的世界 一定要周遊列國 你離不開中國 你都要在中國明山大村 周圍去 你要看 明末青初 石頭都是周圍去看 看看中國那麼多的山 山峰是怎樣 全部要記下來 你可以 據他的學生說 他出去 離開他的畫室 離開他的家 他的袋裡有兩本寶寨 一本寶寨是用來寫生 不知是看到什麼 就是用鉛筆寫下來 第二本寶寨就是他的心得 將他的那麼多寫生得出來的結論 然後寫在第二本寶寨裡 你拿了這兩本寶寨 很厲害 那是他的得意弟子 知道有什麼 就可以看到 你可以自學的態度 不是僥倖 你現在有電腦有手機 有什麼都拍下來 自拍 什麼都可以 但當時真的要用人壽一筆筆記錄 李可言就做了這件事 這幅畫 完全離開了中國國畫的構圖 前塘膏在哪裏 在頭頂 西畫可以做到 但是國畫是沒有的 把前塘膏放在上面 通常我們傳統畫 天在上面 海在下面 河流在下面 前塘膏在下面 怎麼會在上面顛倒它 這件事就是他出去寫生 他看到回來的 還有他看到外國的作品 受影響回來的 他不是顧布尼峰 他說他自己的畫的風格 不是全部是中國風 是有西洋影響的 這個是他承認的 所以 他的構圖完全變了 還有他就 玩了一件事 就是那個虛實 就是黑 就是深色和淺色 那種對比 這幅畫的對比很強 你想想 這個樹林 全部用很濃的蜜 那些屋 很濃的蜜 但是屋來屋之間 有八位 遠處的前塘膏 如果用西方的油畫畫法 去到這麼遠的前塘膏 上面的船是看不到的 用英文說out of focus 但是他用回中國的傳統 中國傳統是散點焦點 一幅畫是很多焦點 在西畫只有一個焦點 好像拍照 所以你可以說 他仍然跟回中國的傳統 不是去做攝影作品 西方人畫畫是做攝影作品 是只有一個焦點 你拍照哪裏就畫哪裏 是焦點的位置最清楚 其他位置是模糊的 但是中國人不是的 中國人四方都可以是清楚的 你不明白這件事 就以為我們中國人沒有透視感 其實不是 我們有透視感 不過我們的演藥是不同的 所以 遠處的船 一隻隻船 寫得很清楚 遠處的河流是崗位 近處所見 竟然間是一個黑位 這件事 就是你可以找出這種原廟 我們一般來說 我們一般來說 就是 近的位置 當然是清楚的 當然是光的 遠處當然是暗的 他將它調轉了 這種調轉了 摘眼望 想起 是不合和緝的 但是李可驗 他做得出來 他就做得出來 有些人說李可驗 是中國的印象派大師 他不承認 西方的印象派 就真的完全 是用自然光去畫畫 李可驗畫 畫一幅風景畫 是有兩種微態 西方人的印象派就是自然美 陽光 十二點的陽光 早上八點的陽光 下午黃昏六點鐘的陽光 製造出來 同樣一塊石頭 顯現的顏色都不同 影當然也不同 這種不同的層次 是令到自然現象出現了一個美態 你做畫家是把這種美態畫出來 這個就是自然美 這個就是自然美 所以西方人呢 他們是盡量去做到這個程度 自然美 這個自然美就是寫生 最基本的功夫就是寫生 用我們中國人以前的古畫呢 就叫詩造化 詩就是學習 造化就是上帝造化 就是上帝造出來是這樣的 一場造化 你沒得變的 這個是大智人出來是這樣的 詩子山就是這樣的 太平山就是這樣的 大墓山就是這樣的 這個叫詩造化 我們中國人以前畫畫 一樣畫山水畫有詩造化 這個就是寫生 這個寫生就是 如果你百分之百跟這個規律去做 你就是寫真山真水 但是歷來出色的中國畫家 他追求什麼呢 張大千說他不是上帝 上帝為香港造了一個獅子山 獅子山漂亮不漂亮 你自己去看 香港人畫這麼多獅子山 其實告訴你香港人實在太苦 為什麼你香港人不畫太平山呢 太平山不漂亮 太平山為什麼不漂亮 太平山住了這麼多富貴人格 這麼多人都走上山頂 排隊上去旅遊 為什麼你不畫太平山呢 這個是什麼 太平山一樣是自然 所以張大千說他不是上帝 他不可以改變這個自然環境 但是他要做上帝 他不是畫上帝給我的東西 他要畫我喜歡的東西出來 這個就是歷來中國畫家的心胸 他可以將獅子山變為綠化 我們現在看獅子山是光彤彤石頭 但是在我們中國傳統畫家的心目中 用這個觀念來講 獅子山是可以全綠色的 不是石頭 這張獅子山上面可以有個艇 可以有個塔 但是你已經相影不到的 但是我們中國畫家可以製造一個美好的世界出來 這就是張大千的成功 你可以 他不是照抄張大千的說話 我不是上帝 但是你可以比較現實一點 他說畫畫有兩個方法 一個是追求自然美 另一個方法就是藝術美 藝術美就是張大千所講 是要將一個真善美的世界擺出來 所以我們中國人不畫戰爭畫 不畫殺人的畫 是畫我們覺得舒服的畫 覺得美的畫 那幅畫是美的 那幅畫不是讓你抱怨 這就是我們中國人那種繪畫藝術的精神 將來會不會變 我不知道 但是到張大千這一輩人家 他一直堅持了這個中國傳統 雖然在上一世紀 中國人那麼多苦難 經歷了那麼多戰爭 那麼多波動 但是他們仍然堅持告訴我們中國人 這個世界是美好的 你見不到他的美好就見他的畫 所以你可以他告訴學生 他的追求是藝術美 藝術美怎麼來呢 先認識了大自然 然後將它剪裁 將它選擇 畫了出來 那我們慢慢看 他怎樣去演繹 這個也是一個寫生的風景 中國的傳統 那個山水 那個格局是這樣 這個是清朝的文人畫 山在中間 上面是天 下面是地 或者是水 但是你可以去寫生 他怎樣 你會發現呢 這個就是那個光 那個這樣流 他不畫過天 最近的景 在哪裡 沒有 我們傳統人畫 傳統的畫家畫山水 有前景 中景 遠景 那這幅畫裡面 是沒有了前景 只有這個中景 你可以爭論的話 這個就是前景 那何為中景 大家都知道這個江上面的船 是很遠的 這個一定是遠景 那就是說 你可以說這幅畫 是打破了傳統 只有兩景 一是前景 和遠景 如果你不同意 就只有中景 和遠景 是不是清朝文人畫所說 前、中、遠、三景 一起出現 那這個就是 你畫一眼的 那這種突破呢 其實就是思綜化 但他要看這個寫生 然後就消化了 就變成一個藝術美 這個藝術美 就是告訴我 他隻隻船都畫得一清二楚 如果你用一個大自然的寫生 根本看不到那些船 是朦朧一片 但他寫了出來 這就是你可以告訴你 在他眼前 就是一個這樣的世界 那條盞道在這裏 人在這裏 下萬一大的樹 也是畫中手法 白、鋼、黑和白 是對比鮮明 這張眼睛不是原證 是重大作的 不是拍照問題 因為還沒有他的頭子 印章都躲起來了 這個他的德國寫生 不是中國的極力 是一個水無方 這個無方 這個水 這是歐洲的木 是一個樹 這種手法 就是我們中國傳統的 平軟、寂寞 西方人畫畫就是用平軟手法 即是等於你拍照 你看到什麼 拍什麼 所以他面前一棵樹 就已經看到什麼 畫什麼 但是如果你真的用攝影機去拍 你的焦點不知道去哪 要是在前面一棵樹 要是在圓船 你視乎有些地方是蒙蒙的 但你可以用一個虛實手法 他來到這個五十年代的後期 出現了他自己一條紅 他說風景畫只有三個層次而已 這個大家很容易理解 這個中間色 這個最光的位 這個最暗的位 黑灰白 他開始去玩一樣東西 那個白是最小面積的 黑是最多面積的 灰是中間的 那就是說 最多的面積 他是用深色 簡單來說 就是用一個黑色 就是墨的色 比較沒有那麼細的面積 也沒有那麼大的 就是中間的位 就是用一個灰色 這個灰色 包含了其他中間的顏色 例如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一個啡色 不是一個灰 但是最小的面積呢 就是白色 這個白色 就是你可以在心目中的光 光明的光 所以在西洋 所以在西洋的風景裏面 用他的山水畫的演繹 最光的位 他說是寫實的 就是玻璃位 窗門 所以這些歐洲屋的窗門是白的 水 掩影的光是白的 但是樹林其他地方是黑的 但是樹林其他地方是黑的 那間屋是中間的 所以我們看大師的作品 如果你用一個顯微鏡去解剖它 就是這樣 講出來好像很簡單 但是是他首先畫出來的 他這幅畫1959年 畫這個可能是桂林 因為他去過前塘江、桂林、離江 整幅畫的構圖是創新的 在當時來說 是不是 他不是全黑 他一樣有一些畫是淡彩 這幅比較淡彩 但是淡彩之中 寧然看到它什麼 那個白位 虛實 虛位 就是白位 如果我剛才所說 黑位應該是虛位 黑白位 這個白位是一條路 那些艇很清楚楚 就是整幅畫上下 是這裏比較淡化 從這裏開始全部都是很清楚畫出來 最特別 如果沒有這四隻艇 整幅畫的構圖是有點遺憾 但是神來之筆加了四隻艇 把那個虛實的構圖完成了 就是陰陽一致 整幅畫就有活力 這就是我們傳統的陰陽五行的方法 那他遺憾 那他遺憾 用這個方法就可以懂得畫畫 那這個就是活化傳統 如果你不學傳統 不學我們古老的那種 五行陰陽的觀念 你不懂這個構圖 當然西洋人 就是西方畫家都會懂 但是他那個理念和這個理念不同 我們用陰陽的理念 虛實的構圖 光暗 光就是代表陽 世間一切萬物沒有光 不能生存 不能生長 這個是我們幾千年來的信念 中國人要生存一定要有光 你住間屋要有光 生物要有光 植物要有光 你寫一篇書法都要有光 如果整篇書法是沒有白位 但是今時今日有的 整幅畫只有藍色 你知道我說什麼 但是如果你用傳統的中國那種陰陽五行 那種是畫來的 那種不是畫來的 但是那張一塊大的畫布 只有一種色 賣一千多萬 那我真是佩服 全黑又有全白又有 什麼都是這樣畫 一張這樣的畫 如果寫是楊春浪畫 一文不值 我不是諷刺 但是我拿回我們中國的傳統的觀念 那幅不是畫來的 那幅是布 就是等於印章 一定有白位 沒有白位怎麼看得到字 你可以白的紅字 紅的黑字 白字 那整個印章就是白矇矇的 那我也會挑印章 整個白圖章就是畫我 那這個就是光 光是對我們中國人 這種哲學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可以 其實它是很善用這個光的原理 即是用一個美麗的名詞 光這個藝術 去演繹一幅風景畫 人在萬點煤花中 人在萬點煤花中 很普通的這句詞 人在萬點煤花中 但是跟著說 此圖 吾爾 吾爾 即是我 以無石的煤圓 的煤花 擺在蘇州絕正園中 那這個就是藝術美 這個不是自然美 就把無石的煤花搬去蘇州 那你走去蘇州的絕正園 看不到煤花的 你不要被那張畫騙了它 但是你可以 它就是想 在一個美麗的蘇州圓林絕正園裡面 是放了它心儀的煤花 絕正園沒有煤花 它放了下去 即是等於維多利亞公園 在香港的公園 但我喜歡煤花 那就畫了些煤花在維多利亞公園那裡 這個就是 中國畫家追求的藝術美 就是你喜歡寫什麼 就寫下來 何謂你喜歡寫 你認為是美的 你認為是美的 然後你就認為 你的觀眾覺得 你這樣畫畫是美的 那你才 受人欣賞 如果你的畫是孤方賤賞 那你就責任了 所以這幅畫就是很典型的例子 就是寫出我們中國人所謂文人畫 其實它也是文人畫 不是跟隨西方那種寫實 是有選擇性去寫實 而利用這種寫實去寫出一個 心中的美麗世界 心裏面的淨土 世間沒有淨土 世間沒有淨土 不要緊 只要你心裏面有淨土 你就快樂 這就是我們中國人學佛法 學道家所得到的結論 為什麼中國人仍然這麼快樂呢 其實我們是苦中作樂 自我陶醉 但我陶醉得來 都活到九十歲了 是吧 這就是畫家告訴我們 1962年、60年代 你可以走出他一條生路 寫黑畫 黑色的黑 基本上是黑白 白位就是光位 是沒有透視感的 最近的景 和遠的景一模一樣的 屋子大小一樣的 全部一樣的 船子一樣這麼大的 軟處 顏色淡化了 這就是灰位 所以黑、灰、白 也是三個層次 它將屋與屋之間 那種輪廓 是用白位已經譯出來了 所以你可以回應 我們古人的想法 光是很重要 如果一箱美術館 整個展覽頂是黑色的 只是窗門是一點光 你都會看到光明 這就是我們中國人的哲學 一點光 可以令你人生豐富起來 一點光 可以將一幅畫活化起來 你可以在走這條路 這幅畫 很多人就說 你可以回應 毛澤東的詩 《萬山紅片》 《陳臨盡染》 《陳臨盡染》 其實這幅是否真是政治畫呢 真是不知道 如果是私造化的話 毛澤東也看到自然環境是這樣的 毛澤東是一個人 他看到《萬山》都是紅花 《萬山紅花》 《萬山紅花》 《萬山紅花》可能是梅花 《加拿大》可能是楓葉 《毛澤東》也寫 《張大千》也寫 《北加索》也寫 為什麼楊某人不可以寫 我們都是寫生的 不一樣寫 但是你可以 他寫了很多幅《萬山紅片》 不同時期寫 不同的演繹 這幅比較早期 在1962年 他仍然在用那一點光 那一點光 那一點光在哪裡呢? 那些屋 屋的窗是白位 白位不多 樹林之間的小路是白位 你說這條小路是河後 什麼都不理他 很多人認為 白位是光的位 光的位是來自天空 天空一定是光的 所以如果你寫一個很美麗的天空 很大的天空 一定是很光的 但是你可以不是 他的天空是幾乎不寫的 天空很小的 甚至他把天空用字蓋上去 他是把那個對比 是人為的對比 加強了他 如果要寫一個很廣闊的天空 這個是自然的對比 這個自然的對比 只可以說是自然的美 但你可以說走條路不是自然的美 是人為的美 因為人為的美比自然的美更加美 這就是我們這班大畫家的成就 我們為什麼欣賞他的畫 因為他比我們現實的世界更美 如果他不能說一幅 比現實世界更美的畫 我們不需要看他的畫 他拍一張照片就可以了 買個漂亮的相機拍了他就不行 需要去畫畫 用電腦溝出來就不行 這個就是藝術為什麼這麼重要 另一幅 過了兩年 你看到兩幅都是寫在同一個景 但已經變化了 是吧 前一幅 主角就是那些樹上面的紅 但是過兩年 他將樹的面積縮小了 是將那個所謂陳臨 一層一層的山聯起伏 畫了出來 這種手法 亦都是等於 你可以 他沒有 1960年代 他不是坐一架直升機 不是坐一架飛機 他看到這個山 但他作出來了 我們現在可以在飛機上面 看下太平山 喜馬拉雅山 但是古人 或者你可以那個時代 沒有這個條件 在飛機在上空裡面 看到下面的山水 但是他用他自己的天才 智慧 學問 修養 去寫出一個深遠的景 這種深遠的景 是古人做出來的 古人一種方法來的 他開始 那個白位 就是用那個瀑布 你慢慢看到 你可以驗後期的畫 是可以沒有屋 但是一樣有光 光的位置在哪裡 就是那條水 一線瀑布 這幅畫 這幅畫 就是告訴我們 你可以另一個成就 他是畫背光畫 這幅畫 這幅畫 那個光 我們通常說 你拍照 你背光 你一背光 黑黑面 你畫畫都是 你畫一個人的素描 你背光很難畫 但你可以不是 反過來 他專畫背光 為什麼呢 背光的畫 就是那個光是什麼 是很小的 整幅畫 全部都差不多上色 黑、灰、白 都齊了 白位 就是背光位 所以一棵樹 本身的樹的正面 是背光的 因為它背光 所以樹葉的邊位 是建光的 所以樹葉的建光位 全部在邊緣的地帶 樹的正面 樹幹全部是黑的 全部黑的 所以 這個就是 你可以 摸索組 就是說 他畫黑山白水 就是用這種方法 就是背光的自然味 沒有人敢畫這件事 但是你可以畫這件事 就是說 如果你學一下 你可以用這種手法 你以後會影響 是背光 那只是你頭髮邊 耳朵輪廓是白的 那 那 好處就是 把你那些 骯髒骯髒的東西遮光 是吧 反而 還覺得你漂亮 那 你可以 一直玩這件事 桂南山水 這件事 山全部是黑的 背光的 光是在後面來的 人家畫畫 光是在前面去的 如果你西方印象派 光是在前面去 或者在側面去的 黃彬鴻用積墨 用很多墨 他表現的光是側光 側面的光 你可以清出於藍 他不是用側面的光 他用背光 哇 這件事 他夠膽去做 全部是背光 只有這個位置是白的 在後面拍了出來的 但是 他不合和緝的 這些是白的 現實世界沒有一幅這樣的照片 除非你在黑房做手腳 你用電腦去做 但他畫出來是這樣的 你會感覺這幅畫是舒服的 那些艇 全部清一色是這樣的顏色 幾乎大小一樣 是吧 前面是沒有光的 但一樣是最光的位置在這裡 那些屋是很光的 那些屋是很光的 那他將屋變成白位 即是說 整幅畫裡面的生氣 放在哪裡 就是白位 那個白位就是屋和人 那條路 雖然那個人是很少 但是整幅畫的生命 就在這幾個人那裡 這就是他的手法 是突破傳統的手法 是 對 那是 但是 那是 不是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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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幅画要有生命 人也要有生命 生命的一个字就是你的灵魂 如果人没有灵魂就死了 所以一幅画你可以说要有灵魂 灵魂就是生命 一幅画的灵魂就是意境 所以如果你听了李可远华 你以后画画就要记住两个字 意境 这幅画没有意境是死的 是不活的 是没有生命的 这幅画 从风吹解带 山月照弹琴 这个傻佬在弹琴 弹给一个人听 傻佬对着傻佬 画了个月光 一个高山 背光的 他只有两个傻佬坐的位置有光 那是不是真正的有光 是他做出来的 但是你想想 当你是画中的主角 你坐着两个傻佬对着傻佬 听琴声也好 整个意境是做出来的 这个就是灵魂 如果他没有这两个人物 意境是没有了 如果他没有这两个月光 意境又不一样 如果你把这两个人物 不是放在森林里面 而是放在前面 又不一样 所以你可以说 画一定要是灵魂 灵魂就是意境 你一定要创造这个意境出来 那这个意境 如果在自然环境之下造成这个意境 那你不是天才也可以的 拍摄照而已 但是你找不到一个真实的景 你就要设计这个景出来 就等于做电影导演一样 做摄影师 你要摆个镜头 你要打个灯 你现在知道拍电影一定是人为的 不是自然的 自然取景都是人为的 拿什么角度 灯光点都好 全部是人为的 为什么他人为呢 拿最美的角度 最美的演绎方法 画画一样 这一线的瀑布 就是神来之不 将一个黑的山 全黑的位置 放在一线天 整幅画有感觉不是死气沉沉 这个就是你可以发明出来的 这个大家都知道是一个桂林山水 他敢将桂林山水画到黑色的 全黑的 但它有层次的 就是黑灰白 最高的位置 最高的位置在远柱 即是说 你看这张画是柳暗花明又一圈 将你的人带到画之外 意境是很深远的 不是局限于这四个桂林里面 是吧 这个就是你可以那种黑山 白水 或者白江那种手法 好 我知道 他这个黑画 到了文教的时候 就被打到 厚黑面 江山如此多嬌 为什么是黑的呢 所有的大师都要露其筋骨 恶其体肤 一定是经过惨淡的 折磨 张大千的眼睛看不到 你可以受了折磨 血压高 出不了声 到七凌年代 手振 画不到画 这样才是大师 所以我听完故事 看完故事 我都不做大师 对不起 不吃了 至少有个傻佬 在那儿站着走来走去说故事 你们更傻 再来听我讲些傻故事 对吧 傻余有傻福的 最近我看了一个资料提外华里 中華儀衛這個名字就是為我們中國人而起的 他的老闆姓任 不是姓楊 30年來他可以炒股票可以買地氣屋 全部都不做 堅持科技創新科技 全世界說他抄人去罵他 告他 毀謀他 他是可以妥協的 但那篇資料說我不懂任先生 我的手機不是用華為的 可能我將來要用 但他堅持說我是傻的 如果我不一心一意去轉換這個科技 我是做不到好成績出來 所以90年代一路開始由一個很小的山寨廠 一路打滾上去 到今時今日 他亦都向全世界說 他這間公司有很多困難 他這間公司不是神 不是很厲害 他有很多問題 很多困難 所有中國人 所有中國人不要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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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中國人是神 所有中國人不要認為 但是他一定要堅持 他為中華而為 他要為中國人打開一條路 所以到今時今日 他叫他的員工 那裡打仗 他將他的產品賣到戰場 非洲的地方他賣到非洲 人家不去的地方 他叫員工去 人家因為危險不去 因為很多原因不去 但是我們中國人是不怕艱苦的 我們要去 所以到今時今日 他的員工 差不多有200個國籍的員工 即是他手下的同事不一定是中國人 而到今時今日 因為他的堅持 是令到他的員工一年裡 是可以加12次糧 所以他最近我看了一個報道 他對著他的員工說 他說知不知道 我們這間公司 面對最大的困難是什麼 因為你們太有錢 你們太有錢 有錢就出事 你們太有錢就會有人打你 這個世界只可以共萬難不能共富貴 當不能共富貴的時候 人家就憎你富貴 就要打你了 所以這間公司最大的敵人 就是因為我們太多錢 你們想想如何克服這個錢多的困難 所以他幾十年來 任先生的範圍叫做任大傻 因為他可以做到超級富豪 他現在也是超級富豪 但可以更厲害 但是他就靠這個字 你以為他真的是傻 因為是一位傻勁 所以你可以 他說黑山 他一樣是傻 他被人罵 他仍然堅持說黑山 洪山一定好事 他曾經告訴人 我說是井江山 井江山是共產黨的一個勝地 但是整個井江山是黑的 但是井江山上面的人物 那個解放軍是堅持紅旗的 黑中之黑山裡面有一點紅 這就是他那一點光 你罵了什麼 是吧 你要全國一片紅 和全國一點紅 分別在哪裡呢 你是欣賞全幅畫是紅 還是欣賞一點紅 你自己去看 我不是不懂畫紅 但我不需要全幅畫是紅 如果讓某人站出來 我又有紅衣、紅褲、紅鞋、 染紅頭髮 我是一個紅人 我懷財畢業變成一個紅人 自己說自己是紅人 你走了 你真是傻的 以後不來了 你看看 可能畫面太細 我看資料 不是我說出來 我不是專家 就是批評這幅畫是好的 所謂好的是什麼意思呢 就看到1986年 是李可宴的晚年一件作品 就是他 譬如看這條橋 他是像戰斗的畫 他的手是震的 那條仙跡 這就是他的毛病 他的身體的毛病缺陷 他不畫到一條很漂亮的線 因此 如果我們真的要做一個 你可以畫的專家 我們要知道這些背景 是吧 我剛才開場拜 已經說過 有些人就是特意訪他 這個戰斗的線條 但這個是人為的 但他這些線條 全部是自然的 因為他的手是震的 傳統 傳統 剛才我介紹過 有深遠 平遠 就是西方人畫畫的方法 平時過去 但中國人畫畫 畫山水 最多用的方法 就是高遠 看著高山 就站在那裡看著高山 但是 李可艷 他看不到你站在哪裏 因為他沒有前景 我經常說李可艷 是把那三景 減了一景 是把那景 變成你自己 你看這張畫 其實那個前景就是李 你是站在那裏 以往的人畫畫 站在那裏 站在那裏 不畫他 就畫一條河流 畫一個平地 但是他一個創新 這個崇山俊嶺 很偉大 西洋的畫法 一個高的山頂 哪會黑的 當然是淡色的 在雲端上面 你拍照這裏 是out of focus 但是你可以不是 整個崇山 是很震撼的 這樣掌握 整幅畫 那種光 就是靠這個瀑布 那你說我們真的見 那麼多山有瀑布 香港也不是很多地方的瀑布 但是他作出來 他作這個一條線的瀑布 就是帶出那種光明 那就是說 無論那幅畫 是多麼沉重也好 一點光就已經帶出了生命來 亦都會告訴我們 做人 你多痛苦也好 只要你看到一點光 你還可以站在這裏 所有人現在是不是站在這裏 你說我傻都站在這裏 這就是你可以的風格 你喜歡不喜歡這裏 而是有一位出色的畫家 突破了這種傳統 用一個背肛的手法 是違反了一個自然的美 而創造了一個人為美 這就是藝術家的功能 但是你喜不喜歡自己去看 黑白灰 黑灰白 三個層次 就是放了出來的 他始終堅持一件事 那個白位是最小的 白位最小的 就是光是最小的 他玩的手法就是光明是少的 但是不是沒有 但是有光明 就整幅畫就大起了 所以我們不需要戲裡 畫畫只有一點光 做人一點光 做事一點光 全部都可以堅持下來 他畫牛 你可以最成功的畫牛 為什麼呢 因為他見得最多 他畫 他畫 比如這隻牛 他早期因為健康更好 牽著牛這條線一筆過 很流暢 這隻牛 不是用線條演繹的 直接像西洋畫 用水彩 不過他用一個墨色 有層次的 他不需要把牛很逼真地寫出來 但你完全知道牛的形態 他的姿勢是怎樣 那兩個小朋友 是玩蜥蜀 他不需要說蜥蜀 徐白石是他的老師 寫出來 忽聞蜥蜀明 容易抽風起 他就寫著 可厭蜜 作白石 加蜜 如果你記得 之前那張畫叫做 可厭 畫游 現在就是可厭蜜 即是變成了什麼 是他的弟子 即是收了他做徒弟 1962年他在畫牛 一棵樹 完全是用鮮條 英牛 也是用陰陽色 那你寫這個 你就這樣一看到 是什麼 是一個冬天景 樹上面沒有營 木桃 穿了棉籃 其他 就是之前那些木桃 上身是可能穿很少衣 甚至沒有穿衣 但是他現在穿了一件衣 這些呢 就是學了齊白石的 那個 官人以為 他是很將生活寫出來的 你要偽造一個景 你不能夠無的放恥 你一定要有根據 那你無的放恥 你變成神 變成鬼 就亂說我 就行 但他不是 但更清楚一點 牛尾是有活動的 拼起了 這就是他 官牛於尾 尾巴是動的 這就是他的活力 如果就這樣畫一隻牛 畫一隻木桃 那個意境不深遠 你可以告訴我 一幅畫的靈魂 是最重要的意境 要將這個意境變為有趣 所以呢 春花燦如霞 即是春天的花 開到好像霞 那樣的色 紅色 你看到 他畫的木桃 不是向著你 背著它 張舊畫得很生動 其實最生動的 希望你們注意 就是畫一棵樹 棵樹的樹枝 是朝著一個方向走的 是嗎 向那邊去的 是好像平衡線那樣去的 那這種平衡線呢 就是帶動那些花的生長形態 那就是說 這幅畫 是有動感的 那這個動感就是意境 那這個動感 你會感覺牛 是可以緩步地走 但那棵樹的花 是比春風那樣吹 那整個層次呢 是不同了 那很簡單的構圖呢 就令到你回味無窮 那這幅畫呢 就是很有價值 是講出 你可驗的心聲 如指牛逃 牛也有無窮 牛也有力大無窮 大家知道 牛也有力大無窮 虎守如指 就 而不拯強 那這牛當然是欺負小朋友 但是 這牛認為 那小朋友是他的主人 那這牛可以摘死了那個小朋友 他這麼大力 他不拯強 他這麼大力 忠生盧睡 是農 而安 安不居公 哇 考我的書法 那他引由一路耕田 他為我們做農作 但是不居公 那這牛 溫順 事益 強 這個不知什麼字 穩步向前 足不踏空 那這牛呢 腳踏實地 但是他的性格很溫順 那麼 皮毛骨角 毛筆有用 大家知道整隻牛都有用的 牛角 牛骨 全部都是寶 是否 那麼 就 形容 無 形容 無 形容無 話 氣 形容無 作 無什麼 這個字 氣與牽雲 那就是說 那牛本身呢 就很淡薄 很薄實 但是他就氣與牽雲 就足以為人死 也為人犧牲 那就為人犧牲的象徵 長尊之為師 因之為國壽 那麼 你跟龍一一回事 他就說出了 為什麼 他的書齋 叫做什麼 師牛堂 師就是老師的師 拜隻牛為師 師牛堂 陳先生 你的書齋叫師春堂 沒有版權的 那他這幅畫呢 就交代了 他為什麼要畫牛 那也是一個很鮮明的例子 這班大師 畫每一樣的題材 幾乎都有什麼 有個含意 這個就是他的味道 即是徐碑王畫馬 有他的含意 畫喜鳌有他的含意 或者老鼠有他的含意 齊白石畫蜻蜓 畫青蛙 畫蛤斗有他的含意 畫昆蟲有他的含意 畫昆蟲有他的含意 黃袖畫爐仔有他的含意 我下一堂說 吳作人畫落台有他的含意 二 你可以專畫牛 牛加木桶 這就是前一代農村的景 你看到牛 牛基本上就是用黑灰造成的 那一點白就是他的所謂光 這封像剛才那些花一樣有擺動 牛的正面也看不到他的樣子 黑到這樣 但是你知道他是騎牛 那這個小朋友就看著哪裏 上面的花 這就是意境 看著他有沒有 看著他有沒有 好 所以以後對牛好些 我知道很多朋友不吃牛肉 各有各的原因 但是你可以 我看到他的資料 其實他給我們一個最大的啟發 就是一定要努力 就是天才 功力 修養 以及你的生命力 可惜你可以82歲就走了 很安然走了 如果你可以到90多歲 他可能還有突破 所以如果徐碧雄 那四個原則 他能夠的生命力強一點 延長了 還未可以到80歲90歲 徐碧雄的貢獻 可能不是適可而止 張大千 齊白石 是高手的 你可以80多歲都算了 所以 一定要有一點光 你才可以站起來 你站起來 你就不會跌在那裏 你會一直奮鬥 你就可以80歲90歲 你就可以長生了 所以 多一身美術館 聽一下故事 你就長生百歲了 多謝各位